歡迎回來第二節的講碼我這幫 由於是打風的關係 我們所以繼續做直播 那個浪真的在哪裡? 你為什麼要學玉記憲法? 我剛才說了這麼久 春秋猛事 當然是學到東西 你以為我在那裡做真的浪得虛名嗎? 學到東西嗎? 當然了 我們回來講一下鐵匠 最後那個大結局 真的很失望 李建成的這一場 那句話功好是無所自已的 但是劇情很受不了 你想想最後一場battle 這個是結局編來的 最後五期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 五個連環封面 結局編紀念五連環封面 其實我們去到這一期 現在在首的這一期 二百四十二 然後剩下二四三和二四四 應該是完結的一個劇情 即是故事 而剩下最後幾期 那幾個連環封面 都還是在烈火打 來建成 那幾個年青才俊之前 又說不靠那兩位老爺 我們幾個人要努力 如何預備備戰 然後赤薩王如何重拾那個心態 就是不再為自己 然後要為天下 為公不為師 所以整個人不同了 精神爽利 做什麼鬼 那時候為了那幾個人 那幾個才晉 去練功 都玩了很多期 那就是了 很多都是說他們怎樣練功 又創新招 然後聶火子也不睡覺 但現在就主力全部 放回一個剛剛睡頂的老人家身上 是啊 我覺得 這條 這條不知道是什麼 去世 我覺得很 很悶 因為 原本其實 我的理解 就是嘗試幫他梳理脈絡 原本就是想著李建成太能勁了 於是找李世文去救滅絕王 然後再找兩老組 二人武林二組 去重創李建成 是啊 重創李建成 偷些時間 既給李建成提升 去到十重天 又給鐵路人 他們幾個去強化提升 到最後他們 他們也都好像之前兩期一樣 就是三大才進去打這個李建成 但結果沒有用這些東西 你不是告訴我最後兩期就是卑鄙一戰 就是收勾他皮 然後就搞定了 那你之前不用說這麼多東西 對不對 你不用特地又被他入關 你隨便打完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個尾巴很亂 而且你會看到本身 如果要計算的話 應該大概是五大才進 因為那天死了 那隻狗死了 那本身他們應該五個 而廢才進 而鐵路人的天賊碎像傳裡面的這個風火冰 冰又未練成 冰他有這個無能敵的男趴趴老爸 和他這個動不動死的老母 理論上其實應該有人幫他 那你剩下那些年青才進 這個又用電 那個又用火 這個又用風 那其實應該是很多人幫他 然後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他的彈箭上面 讓他射出去 沒錯 大概是這些東西 就是充血好之後就寫出來 你會預計可能有這類東西的出現 但是沒有的 那天賊四象戰搞那麼多 其實到現在為止都是未完整的去練好 就是李建成是拖著鐵路人 你練天賊四象戰不要揍 過著 我等你 我等你 大哥 真的激到你 你完全不知道究竟做什麼 因為連福龍周記自己 阿龍哥都不忍心 他的專欄 就是242的專欄 就是 鐵盡中環耳界尾聲 回首過去自問一路走來 無論橋段高潮還是低谷 高潮不太多 低谷比較多 是故事來說 一樣全力以赴絕無欺牆 然後Q版鐵中環就說 一路走來 無論高潮還是低谷 我始終是一個老人 其實是不能不承認 因為最佳男主角的獎 都是被赤殺王 雖然也不是實至名歸 因為應該是雷祖說 是正在烈火的 好了 今期烈火和李健成打 上一期就說 一飛衝天去 一飛衝天去 就少少穿梭機 帶到他上太空 帶你到遠地就特別有趣味 想著讓他休息 想著讓他休息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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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不死 休息 休息 火是需要氧氣的 烈火沒有氧氣 會失敗 所以 反正跟你同歸於盡 一起死的了 這次 你失敗了 原來 美國佬 你以為你是第一個上太空的人 我蘇聯一早做了 原來李健成是以前上過太空的 不用靠火箭 你們蘇聯人又以為自己第一個上太空 對不起 我中國人一早上過太空 之前有一句很過癮的 火祖不是來的 瘋狂打嘴炮 有一句嘴炮就是這樣的 因為火祖開始有異能看到他的動作 來自某某性的理 李健成就說 就算你懂得神速又如何 浸得神十從天是苦練得來 除非借著義觀可達到 你睡了二百年義觀 睡了三百年 你計少了一百年 我耗了一百年給你 我耗了那一球給你 你睡了二百年義觀 二三百年義觀 你現在跟我說這些 他就是那些有錢的二世祖 當然沒有錢的二世祖 他就是 我這間餐廳的企業 全靠我辛辛苦苦地打江山回來的 但是他爸爸給了五億 他打半給他做這段生意 所以建立到這個龐大的飲食集團 唐朝飲食集團 我坐到這個位置 我坐到這個位置 是由低打拼上來的 用了一年時間 用了兩年時間就攻斷了層樓 因為那時候是沙士 他十從天怎麼練回來的 不是是偷竅 用了一套 柔衛精 三缺 不是 神器精 現在是很神器的 真的 原來他是第一個上過太空的中國人 大家都知道 那些什麼楊利偉 大堂的時候 已經有看族的人 其實他是讀故事 不是看族人 上過去 上過去 發覺很糟糕 原來上面不能吐氣 立即 握一握手 這次跟火祖這樣打 如果他知道火祖帶他上太空 很浪漫 好像林子祥的那首歌 原來會搶火祖 浪漫到 但是 當烈火太祖打算跟李健成在太空中兩人住的時候 因為李健成是聽過這首歌的 他知道太祖說到尾上太空是什麼 吃鹹魚白菜也很好吃 李健成是一個貪錢和貪權的凡塵的人 他說不可以這麼離地 好了 你們去太空 我派個分身到地球 用來做什麼 吸氣 如果分身可以吸氣 是太空那個都感覺到的 可以一樣運行 已經是超越了影分身術 其實他這一招是什麼 就是好像一些女神 我和你呢 就可以 鹹魚白菜也很好吃 可以在太空 但是我會回到凡塵裡搏夜的 因為 因為 我和你 我結婚之前 不會有性行為的 和你 那我分身就去了 你試試看 我連三個都不行 真的太公平了 純粹用他這本書所謂的無合去推論 為什麼他有那些所謂的分身 是因為你移動得很快的人 殘像 殘像 他現在這樣 這些不是直接分身 他是 因為就算是 即是分裂 直接分裂 但有感通 因為你分裂了 你也是各自呼吸各自的空氣 你不會說 A呼吸空氣 B是不用呼吸空氣 你不覺得這樣說很浪漫 然後跟女兒說 嘩 我們之間 你呼吸空氣就可以了 你真的是我的生命 多浪漫 他真的跟李健成說 你次次陽光氣 嘩 這期真的很浪漫 這期真的浪漫得爆 他已經放棄了解釋力 他不解釋這個分鬥 呼吸到氣 李健成不是可以同時間跟幾個女兒打電話 一個就可以了 他同時間可以分身做很多東西 其中一個去打電話 就全部都能射到東西 他可能就是分身 一個人去了翻光打字 另一個就去了做其他東西 其中一個就是做甜品 另一個就去了打電話 打電話 打電話 當然會射精 那做甜品 那個就是要不要花奶 怪不得人在辦公室也會突然無謂 對 那個 再被康橋那個健華先生 為什麼會射了東西 因為他懂得神速 射在那裡 他沒有跟那個 是不是智障 智障 智障的女生發生性行為 那為什麼那裡會有些射精的字 我的神速在那邊打電話 身身在那邊 我的婚身在那邊打電話 就是這樣 已經很超乎常人 好了 於是也是因為這樣 帶你到天洞去那個聶火太祖的 魚衣算盤 就打不響 然後 結果也是要輸 但是 太祖可能是不用死的 為什麼呢 因為 我都知道你對我有愛 我當然不可以讓你死 李建成就打算帶他回地球 不要太離地了 我們腳踏實地回到地球 然後他出一招 厲害招 八重天 萬世千秋 其實當天我們說這十重天的時候 已經覺得這招是有問題的 而有問題到什麼地步呢 他這次就把自己做了無數的分身 然後 就形成一個蜜蜂的金字塔 打算包死他 當然在裡面也是沒有氧氣的 你打算帶我上太空焗爛死 我現在就落地 整個蜜蜂的金字塔 焗爛死你 讓你休息不了 究竟 人 人 怎麼可以蜜蜂平面 大家小小讀過數學 都知道有幾種形狀 蜜蜂平面是比較容易的 包括長方形 包括正方形 三角形 六角形 五邊形應該是比較困難的 梯形也可以 人形蜜蜂平面是很困難的 因為你中間實在有太多不規則的地方 而可以這樣陷入 令到一些空氣都流不下 究竟需要問題 這條數學題 應知 應知 如果李建成的面積是這樣 他的形狀是這樣 究竟要多少個李建成 才可以聞到寶貝演 煤死 焗死 焗死 太祖 我想連博士也答不到 高登仔會跟他這樣 把打碎他 然後把搞對手把太祖的鼻子吐出來 這樣就可以扭不住了 這個答案固然很精彩 和精辟 然而我在想,我想最少沒有十萬都要幾萬個李建成才可以做到一個這麼密鋪平面的金字塔式的密室 你每人拿到口水吐都吐死他啦 其實你有二三八人,你應該摘死他啦 你每人打他一槌,他應該都會輸 但我帶前提是,你剛才在太空已經可以令對保空而死,為何還要大不亂地頭再壞一次這樣的遊戲 我在一個有空氣的地方,焗死你才夠殘忍 他要帶他下去給其他觀眾看,下面有廢柴榮、路雲鐵、最佳男主角赤獸王 他的目的就是要被人見到,他是一個要威風的人 我在太空殺了你,你不知道 他想用同一招,之前覺得要令你受到屈辱 他是想用這招去成就整件事 然後最好笑的,因為他是這樣說的 別太高興,朕似給你短暫的呼吸時光 現在正常用你的貓眼看一看之下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他當然是為了要告訴你 他在第十五頁有說,為何要帶他下去呢 就是因為所有觀眾都可以看過真切 但是那個高度又是大家遙不可及救不到的 就是為了讓他看,為了讓他看他怎樣殺殺烈火太祖 他比起玉記的書好,玉記的書就是和龐馬框出現了contradiction的問題 就是在隔了一頁之後,李建成就說 不要那麼高興,暫時你短暫的呼吸 對不起,在最後一頁 在最後一兩頁 第十八頁就說 衰左隔視線,你們幻想一下太早怎樣慘死 你剛才不是說帶他下來,讓人看看你怎樣殺死他嗎 然後就把蜜蜂的金字塔關掉,他就看不到你怎樣死 這個是蜜蜂的貓,你到底是死了沒有呢 我一人不開觀,你一人不知道是不是 我又覺得,你到底是想讓人看你怎樣殺他 但你又不讓人看你怎樣殺他 我覺得,你很攻心計 這個是一個量子力學的現角學者 真的很攻心計 雖然,不要看這個故事,但很好笑 蜜蜂中環最後都告訴你 都不是沒辦法的,但很好笑 剛才他不是說,這個距離是遙不可及的距離 但是,蜜蜂跳了上去 打爆他,打算打爆他 用第七色打爆他的金字塔 李建成,你可不可以想得清楚一點 你究竟想跌,你是想被人看到還是不被人看到 你想他被人救到還是被人救不到呢 你可不可以說得清楚一點 其實李建成是太空殺了他,帶一條絲回去就行了 你也是以為人想像而已 你不如想想,你猜一下我剛才在上面對他做過些什麼 還要撕破他的衣服 為什麼沒有那條底褲 是啊 是啊 李建成呢,他到現在都還有屎乎 屎乎鬼在什麼呢 他是不是弄了一個蜜蜂金字塔 混著火組 他呢,就說到自己好像很厲害 又說要證明自己天下第一 因為他混了火組之後 裡面沒有空氣的嘛 那火組就,不知道 吸了最後一口氣就弄了九隻烈陽獸出來 天火九頭 他... 他... 那個人... 縮喔 他等他的空氣燒到差不多 我來反擊了 我來反擊了 一個... 正常的天下第一是會不會這樣做的呢 即是我是美斯 我等斯洛武器了 我扭過你 我還要扭一次又一次 即是在加時的118分鐘 我美斯終於出場在後面走出來 我現在跟你溫和溫 即是李建成你又...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這個人 很古怪 他是不是一個人做柱南早幾百年 想要有些不同 可能是,但我沒有這樣的經驗 我答不到你 應該沒什麼人有這樣的經驗 做柱南早幾百年 真的適合的 對,真的很難忘 他不怕多做 好,講完天上中環 最後幾期買一買 我都會買的 接下來呢 是不是想說... 盧虎門 哦,你那個盧虎門 對,你那個盧虎門 上次第一集都還沒... 阿姨又沒進去 不是,因為我們上一集... 前一次我們說完之後 我發現原來都是笑柱的東西 原來上一集我們又笑柱的東西 盧虎門的笑柱很密集 很容易撒的 那撒了什麼呢 上集說到他們在碼頭找了... 那個什麼...武器庫 軍火庫 原來發現裡面是一隻潛艇 那天開咪的時候我不特別覺得 然後我再看著... 它裡面的龐敗是這樣寫的 龐大的軍火庫 竟是一艘前蘇聯的核武潛艇 我一直在想 還有一百年不夠 也有多拉起夢出現 還有前蘇聯的潛艇 你要來做什麼懶惰 我想說... 最近... 應該是今年的事 印度為了擴展他們的海軍 就向俄羅斯買了一些核潛艇 比磁油那部新很多 是200多年下水的 不是屬於前蘇聯的系列 所以那部呢 如果他們在泰國 洗出印度洋 很快就會被印度那支軍隊打倒 我覺得阿添的解釋是不錯的 阿添有個解釋的 有些人喜歡做股東 譬如大陸的航空母艦 那部遼寧號 那部遼寧號好像都是前蘇聯的產物 烏克蘭 好像是烏克蘭的 總之是有點油膩 人家退役那些你就要 它原本不是一部航母 改造 對 它硬改造一部航母 好像原本是一部航母 聽說賣了給別人 做些什麼郵輪 然後再賣回來 再改變 就是回復原本的真身 由一部八陸變成一部送豆腐 再變回一部八陸 所以他們的海軍很囂張 大陸的海軍 你呀 美國呀 搞我南海 你兩個航母群都會炸你 因為他以為人家在航母 跟他們在航母一樣 你們的航母群跟我的航母一樣 垃圾連飛機都升降不到 不是升降到的 不過要入不滿油 以及不能裝飛彈 這樣就厲害了 讓你練靶 其實根本就覺得 你們就誤會帶癡油 癡油其實是不是改了姓 癡子不是這樣寫 黃小虎和虎門那些小朋友 為什麼要阻止他 他要找回軍火 不要出醜 是阿谷似郎跟他說 如果這批軍火 留在市面上 就會很嚴重 會很嚴重 因為他一直以為 這些是刀槍槍槍槍槍槍槍 就流出就嚴重了 他沒想過是潛艇 那些小朋友買回來 從來沒想過是賣掉的 即是阿谷似郎跟阿瑟似郎說 你這隻船買得出來 你大扣真的很沒用 不是啊 又說什麼 谷似郎又誤會了這件事 會不會是這樣 其實這隻前蘇聯的核潛艇 將會是一部最具殺傷力的武器 為什麼 如果被印度海軍見到 那些印度海軍一定會笑死 還沒有作戰能力啊 走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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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有那個了 嘩,笑在那裡 笑著 連魚雷都發忘了 然後就笑死了 整隊海軍殲滅了 黃子華 的殺人方法 冬督鬼 他有阿帕奇直星鬼 這邊就有前蘇聯核潛鬼 還不笑死你嗎 實在是贏硬 大靠你這樣 我們龍虎們都很沒面子 你瘋狂得這麼混亂 這個是通天教的陰謀 我送風出去我們有一批很厲害的軍火 等車友來搶 搶狂然後吊你了 就是因為黃小虎他們走來搞事 所以才拿一瓶子瘋狂著他 你破壞我 我想要陰救一下瘋狂 你為何要搶我的頭回來 本來是想要送Mary 你不要弄救我了 可能是這樣的 你想想他們有否劈柔還拿著開山刀 最厲害拿著曲尺 相對於核潛艇很厲害 你要看他們在用什麼才行 有核潛艇沒有用 如果沒有魚類的話 跟巴士沒有分別 一個比較難買走的巴士 就是那句 雌雄從來沒有說過他買的潛艇是拿來做武器的 就是身為一個海上霸主 連一艘潛艇都沒有 那免之何在呢 其實是這麼說 其實雌雄從來都不知道軍火庫裡面是什麼 他只知道我的軍火庫而已 所以我是不知道通天教買了錢送你的潛艇回來 還要收到他們做什麼 欸 瘋狂的 我終於都知道整個故事怎麼拆了 通天教 自從老天磚死了之後都沒有運作的 這部核潛艇肯定是老天磚年輕的時候買的 哈哈哈哈哈哈 那他年輕的時候買當然是買蘇聯的 那對於他來說 當時不是最高的科技 那鐵心這麼緊張 即是老爸的遺物 是啊 不要搞啦 小時候老爸就是帶我們去 游船航 我們五姐第二遊船航就是坐這部的 你這個混蛋就偷咬我們這部船 那我們以後如何懷緬我們父親的教導 不要緊 只剩下兩個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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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都明白了 不要怪鐵心 為何這麼緊張這部前蘇聯的核潛艇 因為這部是他父親的遺物 要黏油這樣搞的就真的很無辜 那時候其實都不止這個笑話 因為大家都知道初頭龍虎門出的時候 他是說西成勇 我爸爸是西成勇 是日本以前的日軍 但問題就是去到這裏 其實去到這裏 其實已經不太合適到故事 所以在後境幫我們繞 其實他不是他是日軍 是西成勇的爸爸是日軍 哦 那就再加他二億 哈哈哈哈 有沒有看AV啊 再加你二億 沒有 沒有就這麼糟糕了 再加二億 然後不知道後記回答得很好笑 那是西成望我爸爸做的 那就可以算到他那裏 可以這樣算嗎 嘩 我覺得西成望和西成勇 真的很無辜 其實我再仔細看上一期 其實鐵心他們那一條 好像黃少傾已經做了一副 感覺上 其實看他狗狗成殺黃少傾 沒有死錯人 如果看分敬的話 他應該已經算到鐵心打算陰咬他 那我想這一兩期應該都會有些好笑的 黃少傾的閒親計就是好笑的 真的自謀滿哉 另外剛才上一集都沒有說到他們搶回碼頭那一段 外面要打架的嘛 那一場戲很好看的 有些有獅王、虎威、紅霸那些 對面突然派一個九霄九霄的韋陀出來 嘩 我看著這場戲馬真的好看 要做非了老妖 還有什麼 現在已經沒有出美絲和尼瑪 只是出蘇瑪雷斯 算了 這些主將的對戰我都算了 那你對傑子是派這些人的 我覺得這些主將的一對一我都算了 最好笑的是什麼 沖添米帶了一大群人和尼瑪雷斯 每個人都拿著一把開山刀 但一會兒鐵心上到控制台 後面每個人都拿著一隻AK47 下面全部都沒有人派一支 你不用弄那麼麻煩 先派步兵去砍救他 不敢再開一張飛鳥 那再開一張飛鳥 為什麼要拿刀砍呢 你拿刀我就拿刀公平 不是 問題是如果我可以用刀砍死你 那我就不用浪費子彈 買軍方來把托嗎 不是 軍方不一定要用的 我剛才買了潛艇就一定要用 我沒有 我也沒有一定要用 可能他的親戚是全蘇聯 開不了的 可能中國人 你講到這裡 我覺得不得不提一下今期的西游 今期的西游 到最後那一幕就是 他們 除了三藏和奧雪 掉下去冥界 其他那些就爬上來 然後有一大堆人追著他 如果換成龍虎們的話 或者韋陀這些 面對這麼多人一定會打爆他們 但他們是會走的 即是你有時候人 人多勢眾 即是好像剛才 Sunny說 好像孤風古教 雖然可以力補 雖然可以力補 但是寡不敵眾 寡就始終都不敵眾 但是龍虎們就不會 你多少人都好 只要我是主角那條線的人 你多少人我都會打夠贏 但是西游就不是 他擺明是主角那幾個 但他對著你連名字都不懂 即是沒有名字的 Guru 都是會走 那我就覺得 比較 比較合理一點 但其實龍虎們 我今天想說 主要是想說另外一條線 至尊會 為什麼西游會突然這樣瘋了 當然是跟至尊會合作 但他不是直接跟龍天下合作 原來就是至尊會的那個 我突然忘了叫什麼名字 即是那個元老 內務 不是內務 不是再高級那個 諸葛無我 不是 他就是另外 內環那邊 對 內環他有個元老級 對 對 內環的大老 有個老什麼 那個人 原來就派了他手下的名字 很搞笑 陰公公 陰公公 對 這些名字就是 究竟龍天下究竟有多少實權 在至尊會 我就是想說這個位置 他發覺原來是陰公公是跟次尊會合作的 然後龍天下知道這個消息之後 龍天下當然是 譜 你哪個鄉下 他說 你什麼東西都要透過對面那個不知什麼主 才可以 但是他那些東西我一定要焗著頭 就是這樣 在至尊會裡面 龍天下的心情欠佳 輸入密碼 為什麼呢 這個批完文件 龍天下還是很不痛快的按下了批准的指令 原來是支持原始門的經費已經批了 那個不理龍天下的指令 硬殺死那些手下系的內務總管 就拿走那部iPad 那龍天下就說 我專為龍主 每一次決策都一定要通過高祖 對 那個阿伯叫高祖 高祖才可以推行 但是高祖的決定 我這個龍主就是不可以不准他 西環和六八九的關係 對 這個很明顯 龍天下是蔡爺 你只是負責批不正 那他不是阿頭嘛 蔡爺不是阿頭嘛 他現在美其明是阿頭嘛 但是 不執行龍天下指令那個就是林鄭月娥 就是壓懶航兵就是林鄭月娥 明明六八九說要放過這傢伙 就拿一手就堆掉他 但是我已經提醒過龍天下一次了 我希望玉記有人聽到這件事 再提醒胡家寶 沒有人會提醒他 龍天下是堆壞了老爸和哥才成為龍主 就不爭再殺到一個高祖 有血親的我都殺落 你沒有血親的 屌你老母 不不不 你這樣就不對了 你這樣就不對了 這個世界上是無不是的父母的 無論兒子怎樣對自己 老爸都不會怪自己的 對不對 但是你愛人就不同了 你愛人就 人家會說你閒話的 你如果對上了一個高祖 那高祖會唱夠你的 但是爸爸不會 他親愛兒子 爸爸和哥哥和兄弟那些 算了給你對上了 下次不要了 你明白嗎 所以你對上了一句話 我一定會原諒你 我一定會原諒你 我們都說一家人 記得風光大眾 幾歲我都不會唱你的 最重要還是那句 下次不要了 我們會原諒 但是高祖不會 你對上了他一定會唱夠你的 所以為什麼他不敢這樣做 肯定有原因 否則豬國無我這個無血親的 又是不敢搞他 高祖這個無血親的又不敢搞他 他不敢搞豬國無我 是有原因的 因為當高祖推翻一個決策之後 龍天下就仰天長彈 唉 偏偏我的決策就諸事不利 如果師傅在這裡就好了 那你是做什麼懶惰的 龍天下 高祖的決策你又不可以不收 師生自有師傅 你要吞決策又要得高祖批准 但是你的想法就廢 又要你師傅幫你想 那你做什麼懶惰的 你真的只是拿著銀行機 他現在那個狀態 就是一個中二病的小學生 每次去旅行都要媽媽簽紙 那是混蛋 如果爸爸在這裡可以打陳媽媽 哈哈哈哈 然後諸葛摩也在他講的時候 諸葛摩也也回來了 那是嗎 就是爸爸在公司就被上司打 完一王五露七生現在回來了 他又沒有五露七生 他神元氣抓回來還帶著白仇回來 白仇還好串地坐在龍天下的位置 龍天下二話不說當然是開握他拖 那打打打打打到一半 他被白仇抓著腳在那裡吸弓 用這個飛星拳吸弓 為什麼吸弓他的腳 不是他剛好出腳 白仇抓著他的腳已經吸弓了 然後諸葛摩也立刻出來打完場 嘿嘿嘿 前輩給面子 停手 自己人自己人 然後原來那段時間已經被人吸了兩成功力離開 龍天下一個固本培圓 諸葛摩也就跟他解釋整個計劃 就是打算利用白仇 成為這個自尊會的一大助力 然後在同一期 855期的虎若龍門 855期裡面 虎若龍門裡面 他就這樣寫 這個 怎麼說 實話實說 如一直打到分勝負至死荒憂的話 當龍天下摸清白仇的家掃後 事不回樹的 看著你還沒摸清就被人吸了 吸了兩成 不是 都還沒摸清的 你就是還沒摸清才被人吸 如果諸葛摩不出手阻止的話 吸到光也還沒摸清 不是啦 我又幫他繞 看看可不可以繞到 他就這樣說 實話實說 如果一直打到要分勝負至死荒憂的話 當龍天下摸清白仇的家掃之後 是不會輸的 只不過是要可能附上不菲的代價 這時候可以肯定的 就是被人吸了 功力盡失 然後白仇 我不能跟你打了 我認輸了 你都沒有功力 我不想浪費時間 對 我不想浪費時間 對 我不想浪費時間 你贏了 你贏了 即是大龍和紀安的打法 行不行 不要哭 我真的哭 當我輸了 是啊 喂 我真的看著這個 我掉了 不要跳老母 我認輸 我看著這個龍天下 一出來的時候 之前我已經說他踩在屎猴的胸口 吵架 說他差 一個打這個屎猴 加東方無敵又打得贏 再跟火雲情神打都不落下風 吵架 你五十期不到已經變成一個傻子 走一步路又被高祖阻擋著 有些什麼事就當你夢救我 主角望我救我 主角望我望著龍天下 唉 這個人 又口臭又短小又爆棋過長 吵架 主角我真的整個叮噹的 哎呀天下你又被人嚇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帶忌犯回來家裡 混蛋 多利負我真的有死你呀 哈哈哈哈 我家裡已經有個媽媽在了 她的屋子又不給我靈活錢 500元都不給 你帶忌犯回來搞我媽媽 我是不是吵架你 多拉姆 我看著這個龍天下 真是極品好笑 不要再這樣叫她 不要再叫她龍天下了 野彼天下 叫他野彼天下 OK 他叫多拉姆我 剛剛來到吸工的叫白紀安 他媽媽叫野彼高祖 OK 不是啊紀安是雌猴 他出木參 白出木參 哈哈哈哈 白白出木參 哎呀真是很可憐 另外其實還有一條線 但那條線我不知道做什麼 就是二人館那幫人 跟三騎在打 總之就是龍五和三騎 三騎的阿頭 不知道是絕心還是絕空 是有過節的 但是就還沒交代是什麼 而其實我不明白那段戲是有什麼吸引力 因為二人館你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而三拙 是被石卡龍一個打了 已經在澳門事發過一個打了你們 你怎麼有看 哈哈哈哈 我看著 那所以 我真的不會說 唉 好啦 那又是時候拿法譜出來了 無敵自尊會 哈哈哈哈 不是啊 他們有一顆毒藥的 天都萬藝圓 不是啊 是燒雲醉夢死 哈哈哈哈 好吧 有龍虎門 有春秋猛士 有鐵像中環 一個星期 我們今天已經沒有說火無遙陽 還有 黑骨堂 我真的很想說 廣萬界 沒有了我們 真的會死 哈哈哈哈 好了 那節目時間夠了 稍後回來我們會有一個特別的話題 稍後回來動漫訓物再見 是這麼多 拜拜